各位网友大家好紧急播报一条最新的消息出大事了 所有在美国所有在西方的华人华裔中国人包括亚裔都要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 因为昨天在美国昨天晚上周二晚上在美国亚特兰大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刑事案件 枪杀案而且针对的目标很明显就是亚裔 更准确的说就是华裔中国人 那么目前已经造成八人被枪杀 这个嫌疑犯是被拘留了 那么死者有七人是女性 有六个亚洲人 四个韩裔的女性 还有两个白人 虽然说死者有两个白人 还有这个韩裔 但是很明显就是针对亚洲人 针对中国人 华人 因为这个嫌疑人 就是这个人 名叫罗伯特阿伦 很典型的就是一个川普的支持者 无脑的支持者 极右翼 红脖子 他在事发之前 在脸书上发表了一个极端仇华仇视中国人的言论 他说这个新冠病毒是在武汉的实验室里面制造出来的 是人为制造出来的 但是中国政府呢 试图掩盖 所以导致了这个病毒在全世界肆虐 杀死了50万美国人 所以轮到我们美国人来讨债了 所有美国人全世界都应该站起来反对中国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恶魔 这个就是他的原话 所以这个人啊 他的言论跟川普这个病毒是如出一辙的 川普这个人啊 他散播了川普病毒 什么叫川普病毒啊 就是极端仇视其他民族 把这个锅要摔给中国 把新冠病毒这个锅要摔给中国政府 中国人 所以导致了现在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在美国特别是安格鲁萨克逊国家 很多华裔华人 中国人是屡日遭到了 这个攻击 甚至是人送攻击 还有这个言语的冒犯 层出不穷啊 有一些美国老人 好端端的走在街上 人家是华人 美国人 结果呢 后面有一个黑人 把他推倒了 或者有些华人 好端端的 在路上走着 也是被人暴力攻击 打出血来了 我还听说有一个 亚裔的一个司机 也是被 好像是三名其他种族攻击 言语上冒犯 所以现在啊 大家都看到了 美国人已经失智了 仇华的情绪已经是高涨了 所以说不排除 美国会掀起一个排华的高潮 那么罪魁祸走呢 我刚刚说了 是川普这个人 非常的不靠谱 而且非常的邪恶 传播了这个川普病毒 而且我还认为台湾的那些1450 还有Stoom啊 还有这个文昭啊 他们真的是罪大恶极 就是他们制造了这个 有关新冠病毒的一些假新闻 导致了这些无脑的白人 底层白人 对亚裔要歧视仇恨 把这个锅摔给中国 把这个怒火要发到中国人身上 华人身上 所以说现在真的是非常非常 形势非常非常紧急 在美国的华人 在英语国家的华人 澳大利亚还是这个 加拿大一定要注意了 如果有条件的话 一定要回到中国 在英语国家的华人